就在中共当局才刚刚宣布在中日有争端的钓鱼岛上空 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 并向外国飞机发出警告 如果不预先通知就进入的话会将其击落 但是仅仅过了三天 美国空军两架B-52型轰炸机 就大摇大摆的平安飞越那一地区 所谓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呢 一时间成了国际笑柄 而更为不可收拾的 还是韩国军机还有日本自卫队的飞机 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而且事前根本就不向中方通报 韩国朝鲜日报和日本共同社最近传出 韩国和日本的飞机分别于26号和28号两天 在未通报中国的情况下 进入了中共划设的东海防空识别区 在此之前美国官员公布 美军两架B-52轰炸机 在北京时间26号上午8点 进入中共新设的东海防空识别区 飞越中日存在争议的钓鱼台海域 并在这一空域至少巡航一个小时 美军事前并没有按照中方宣告的规定 知会中方 期间也没遇到中方干扰和战机拦截 23号 中共当局刚刚宣布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 同时还警告 外国飞机进入这一区域内飞行 应当倾从中方指令 否则中方武装部队将采取防御性紧急处置措施 但是当美军轰炸机闯入东海防空识别区 中共不但没有派战机拦截 甚至还一度假装没事沉默以对 因此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嘲笑和国际舆论的关注 东海防空识别区也成了国际笑柄 大陆学者吴作来发微博表示 军中强硬派无视生非 弄出一个禁飞区 以为可以玩玩小日本 结果引来美国B52 把军中强硬派的脸抽的啪啪作响 强硬派的发言人在哪里 如何收场 中国网民讥讽中共 自取其辱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还有中国网民戏虐中共说 爹来了 当即认怂 这大嘴巴抽的 这叫山响 接下去可咋整呢 国内老百姓可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呢 大陆权力运动组织发起人胡军指出 这是中共一贯的做法 每当他的政权面临危机时 他就会挑动民族情绪 树立假想敌来转移中国内部的矛盾 去年 中日钓鱼岛争端之时 香港东方日报就曾嘲讽 中共在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上 一直喊的震天驾响 然而在钓鱼岛问题上 在东海南海主权问题上 从来就是语言的巨人 行动的矮子 11月27号 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宣称 美军飞机是在北京时间26号 沿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 东部边缘南北方向往返飞行 在钓鱼台约200公里处活动 他还强调 中国军队已对美军飞机全程监视 及时识别 判明了美军飞机类别 言下之意就是 中方有能力对相关空域实施有效管控 不过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指出 老百姓大多已经觉醒 中共这种手段只能是自欺欺人 所谓的防空识别区 也注定成为一场闹剧 而香港苹果日报评论认为 中共抛出的防空识别区 是三中全会成立的国安会 所点染的第一把火 既测试军事外交宣传等部门的协调能力 又验证成立国安会的必要性 以减弱党内外对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集权的批评 还有评论认为 中共防空识别区的设立 犹如围棋中的试探应手 并非胜负手 对大陆舆论和国际社会的反弹 国安会哪能没有应对预案 目前的克制对外是引而不发 对内则是磨合新机构 原来 治疗 人irlpool 人权 ,